我现在出门是单凡 然后再带个小来卡 这个电脑手提必须要带的 想到机材了以后 那不管铁青下雨 都要出去的 今天去派一个残疾人工匠 做鸟笼的 下次我给你泡了一些 我开开开不够一点 给你找这里补个机场 你在这里对面 今天做了几只多少了 今年就做了七八个 七八个 一年的产量也只不过是哪个 一年做的哪个 对啊 这个也是功夫活了 我就是想通过 宣传这些残疾人当中的精英 让整个社会都知道 残疾人奋斗的艰辛 贪固他们的努力的奋斗呢 也会取得可能跟健康人一样的成绩 甚至于比健康人还要优秀 2001年开始 《云亮自明之光》 卖的房子30万 作为自己的启动资金 走遍的每一个地方 每个地方我都有个红的三角形 那么终于采访到了一百位 中国残疾人精英 奥运会开幕期间 摄影专题专栏的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 专栏的专栏的专专栏 这个是残疾的 这个我朋友给我买的 带着的也就带了 当时第一台相机 开启了摄影之旅 看到这组照片就让我感觉到 虽然他们人是残疾 但是他们对生活也会很努力 那我们有什么理由 不积极 我也是学这个摄影专业的 当我了解到的摄影师 是双肉残疾的人 有一种很崇拜的感觉 多少漂亮 家里基本上都是 里里歪歪我全部包了 然后他就搞他的摄影 所以就是他喜欢 然后呢也当一样摄影 那我说我就全力支持你 摄影是 这就是我的一种 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那么以后呢 我就继续以光影 来描绘美好的生活